在现在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中 经常会出现皇上的后宫之中 廷妃们互相争方夺艳的情节 也通常被称为宫斗剧 这类剧情也通常受到 广大女性朋友们的喜爱 尤其是在《甄嬛传》播出之后 各类宫斗剧如雨后春笋般 蹬上了荧幕 通过这些影视剧 许多人也认识到了在后宫 当中生存下来是有多么的困难 就算在后宫中贵为皇后 也会有很多人嫉恨 但皇后那个位置 是多少女人梦里以求都望而不及的存在 在宫斗剧中许多嫔妃们费尽心机 就想要绊到皇后 然后自己介绎上尾 而有的时候皇后也会使出一些手段 应付那些基于自己的嫔妃 而往往就是这些宫斗情节 吸引了许多人的观影情绪 但其实在真正历史上 现在清宫剧出现的宫斗情节 大多都是假的 尤其是那些构陷皇后以下犯上的情节 非常的不现实 这是因为在历史上 大多数皇后根本就没必要涉及嫔妃们之间的宫斗 皇后的地位摆在那里 就已经震慑很多嫔妃了 以皇后的权势 在古代那个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当中 一个女子如果能做到皇后除了 极个别是由于皇帝的特别喜爱 大多数都是自己娘家势力大所致 在那些宫斗剧中嫔妃有的时候甚至骑在皇后头上 这种情况基本是不会出现的 这是因为皇后不仅是皇后她还代表着整个家族 就像皇后吕志 她在外甸被流离多年之后回归刘邦身边的时候 刘邦身旁已经有了其夫人等风姿绰约的女人 后来即使其夫人十分的受宠 但吕志还是顺利的登上了后卫 这就是因为吕氏家族在跟随刘邦 多年征战中也建立了庞大的根基 而且吕志与那些开国功臣们有比较深厚的关系 后来刘邦甚至想要废掉吕志之流营的太子之位 没想到想法一提出就被朝臣们驳毁 后来等刘邦死后原先最为受宠的其夫人 还被吕志残忍的制成了人质 可见其夫人的靠山仅仅只是刘邦一人 而吕志的强大在于他的家族以及在朝廷中的威望 在最近热播的《如意传》中 里面就讲述了乾隆皇帝后宫中的宫斗 乾隆皇帝的第一任皇后傅察氏在 电视剧中也参与了与嫔妃间的斗争 但在正史当中她根本就没有必要 先说她的后台 傅察姓氏在清朝上三级中都是一个大姓 而且傅察氏的人在朝廷中历代都担任要职 在乾隆时期傅察家甚至还出了一位 异姓王府康安 这在整个满清史上都是不可多得的 可见傅察是实力之庞大 在后宫当中的地位尊卑 首先拼的就是自己的家族势力 那些平民嫔妃与政治联姻 来的嫔妃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身为后宫之首 即使有很多人基于皇后之位 但其实谁也不敢与皇后分庭抗礼 大多数皇后的家族已经碾压其他嫔妃几个等级了 例如康熙皇帝的第一个皇后 乃是当朝首府索尼的孙女 根本就不屑于参与后宫之间的争斗 自己的家族摆在那里就已经很有威慑力了 二皇后的职权 即便古代是处于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 但是在礼法严谨的朝廷当中 皇帝与皇后在礼仪上乃是同尊并齐的 在古代有前朝后宫的说法 虽然说皇帝主宰天下 总览前朝后宫的大小事物 但其实后宫中的诸多事情还是听从皇后安排的 在皇帝有事外出时 皇后也必须和皇帝时刻在一起 一是皇后的尊贵 在理论上后宫的所有嫔妃以及宫女等人 都是皇后的臣属 就好比在前朝皇帝拥有文武百官一样 在后宫当中 嫔妃以及宫女们也就是皇后的臣属 规矩是十分森严的 皇后的职权也有明确的规定 皇后就是后宫中最尊贵之人 在后宫当中拥有绝对的权威 也有责罚嫔妃的权利 必要时还掌有生杀大权 在古代皇后被称作六宫之主地位位居中宫 在后宫之中那些嫔妃们每天 早上必须去皇后请宫请安 而皇后权力最大的 莫贵于皇后特有的中宫监表 从法律上而言 中宫监表就等同于天子的御旨 这是皇后位居中宫特有的一项权利 流程一般都是由皇后说出 然后专人记录最后盖上皇后的洗手 而且这个中宫监表已经发出 就算是皇上也不能有太多的干预 可见中宫监表就是皇后权力的最大象征 三后宫中的地位尊卑 在后宫之中皇后的威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好比皇上在前朝也是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一样 在后宫就算是皇帝已经不再喜欢皇后 但是在后宫当中皇后仍然是最具权威的存在 那些嫔妃们仍然不敢去招惹皇后 在后宫当中许多大小事物 皇后只是会象征性地询问一下皇上的意见 其实大多都是由自己做主安排的 后宫那些普通嫔妃的吃穿用度 也是由皇后一手调配的 如果有嫔妃敢对皇后不敬 皇后直接断了她的吃穿也是有可能的 毕竟皇上并不像影视剧里面一样正史上的皇上 尤其是清朝的皇帝一天基本都在前朝处理政务 后宫是很少去的 这就使得皇后在后宫中 基本做到了一家独大的程度 根本就不可能出现普通 嫔妃们对皇后失礼不敬的情况 很多人认为太后在后宫中比皇后的职位要大 其实并不是如此 太后只是一个封号 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利 在后宫中有实际权利的还是皇后 在后宫当中许多嫔妃能否晋级 与皇后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毕竟皇上几天半个月都不见嫔妃一面 但是皇后每个月有固定的天数可以陪伴皇上 在皇上面前为那一位嫔妃就可能让这个嫔妃升迁 如果嫔妃们对皇后不敬甚至出现分庭抗礼的局面 这简直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毕竟谁又会与自己的前途过不去呢 综上所述 从方方面面的对比来看 皇后的地位都要远大于其他的嫔妃 所谓的后宫纷争皇后根本就没必要涉及 而现在的这些轻功剧中的纷争情节 大多数都并不真实 只不过就是为了增加收视量而编出的情节而已 如果感觉我的影片还不错 点个订阅支持一下吧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晚清末年 慈禧太后三次垂帘听政 统治中国将近半个世纪 而作为他身边最得宠的亲信太监 李连英自然也就称他为了当时最有权力的宦官之一 在成为慈禧太后的亲信大太监后 李连英就一直想着风光回乡一次 让家里人看看他的大出息 除了探亲 还有一件就是一直压在心头 李连英一直记得自己小时候 台州家强抢了他们家里一亩地 如今他有了本事 这件事就变得格外刺痛起来 但他没有因为受宠就得意忘形 毕竟不久之前 安德海就因为得意忘形被砍了脑袋 为了风光回乡 李连英动起了脑筋 果然 阳春三月 宫里下了一场春雨 慈禧太后不喜欢晴天 认为太阳会晒得人软眠无力 意志消沉 相反下了雨的时候 他很喜欢去雨中漫游 正要叫李连英安排 一向深的心意的李连英 这时却脱口说了一句 太后小心照了梁 雨下得不小 说完这句话 李连英又回过神来 连连怪自己糊涂 慈禧太后也没多想 以为她是一时走神 殊不知这是李连英刻意而为 但李连英可不愿放弃这么好的机会 不久 慈禧太后赏了雨中风景回来 看见李连英还呆呆站在雨里 心下不悦就把她叫过来询问 李连英连忙跪下 苦苦哀求 太后 小的听说家乡遭了灾 担心家里出事 这才走了神 借着这个由头 又说自己多年没有回家 父母兄弟还不知道怎么样 慈禧一听为难起来 按照清朝组制 太监是不能离开京城的 但李连英是自己的心腹 慈禧大笔一挥 允许李连英回乡探亲一趟 得到了太后的允许 李连英再没了顾忌 早早写信回去表示自己要回乡探亲 她一路慢悠悠地回去 从前别人送给她种种礼物 也派上了用场 好东西数不胜数 临出发前 宫里又来了人赏赐了她一番 一出京 李连英就让人扯起一面棋子 上书几个大字大清内庭服从管理 一路招摇狭败回乡 李家人收到了信高 信坏了 早早就准备开来 如今李连英在王宫里成了太后心腹 李家人也水涨船高 修起了大屋子 更没有人敢来欺负他们了 没想到李连英回乡之路 却走得很慢 原来途经各地县官 才知道太后身边的红人要经过本地 都带人迎接 想要接待一二 李连英一边谦虚地表示自己指示来探亲 一边又暗自享受被官员前挫后拥的围风 李家人苦苦等待的时候 同乡的王财主家里则唉声叹气 恨不得连夜收拾东西 趁着月黑风高离开京城 想起当年的事 王财主悔不当初 直拍大腿 谁会想到皮肖李的儿子 居然能靠当太监翻身 他当初那么欺负李家人 李连英现在位高权重 回去会收拾他吗 至于当年逼迫的各种细节 王财主现在回想还不禁直冒冷汗 二十几年前顺天府大成县 一户是弄皮货的李姓人家 迎来了一个咕咕啼哭的儿子 父母给这个孩子取名李进喜 这是家里第二个孩子 随后又陆陆续续 迎来了好几个孩子 但李进喜打小就十分聪明 狠得父母的宠爱 弟弟出生的时候 李进喜给父母帮忙带孩子 把弟弟背在身后出去玩耍 母亲走出来一看 他一点晚还腾出一只手 拖着背上的弟弟 心疼的说 等你弟弟长大些了 你就能轻松完了 没想到李进喜却笑嘻嘻的说 这个弟弟能走了 别的弟弟又要来了 身旁的大人一听都笑了起来 说他嘴甜懂事 能给家里人分忧 祖母和母亲尤其喜欢他 母亲本来想让他去读书 但父亲一直反对 此事只好作罢 李进喜虽不说什么 心里却有些难过 后来祖母叹着气安慰他 等家里家底后了 就像王财主家里那样有了很多田地 将来就能送家里小孩子去读书了 不过谁也没有想到 不久之后 王财主家就找到了李进喜的父亲 提出要用梁母帝换他们一亩梁田 那梁母帝靠着山上 又远又荒 李家的一亩帝是上等梁田 虽然他们家里靠手艺维持生计 但那亩梁田练出去 也能收入一些粮食 梁母荒帝没人种 岂不是砸在手里 王财主冷笑一声 挥秀而去 敬酒不吃吃罚酒 不久之后 李进喜的父亲就被牙医抓进了大牢 李家人打听一番 知道王财主和县令关系很好 只好把地契送上门去 遭此一番打击 李家夹起中播 孩子又多 当时有些人家孩子养不起了 只得送去宫里当太监 咬了咬牙 李家也脱了铜箱 把李进喜送到宫里当太监了 李进喜八岁入宫 当了好几年干杂事的小太监 但他天生鸡灵 脑子火落 偷偷去学了坊间最潮流的法诗 又托了铜箱帮忙 拿到了给慈禧疏头的差识 此时太后面前的红人 还是大太监安德海 安德海不仅在宫里全是赤声 还在宫外去妻 消息传到了宫里 慈禧不仅没有怪罪 还赏赐了一千两白银和一百匹筹断 眼看他红的法子 甚至还拿了除外采购的美钗 李连英心里暗自羡慕 伺候太后也更用心了 不久之后 得势张狂的安德海到了山东 被巡抚丁宝珍抓了斩首 消息传来 李连英吓出一身冷汗 暗自决定要引以为戒 从此他越发小心伺候 摆正了自己奴才的位置 也更得慈禧太后信任 自从李连英在宫里混出了头 李家人的日子也越来越好过 李连英带着满车礼物回来时 已经是四品花铃总管 他一眼就看到了白发苍苍的老母亲 忍不住眼寒热泪 赶紧下马归拜 不过下马之时 他又看到了人群之中的王财主 鬼鬼祟祟的往后退急 李连英回到家乡 县官早就不是当年的县官 急急忙忙来拜见 亲戚朋友知道了 更是匆匆忙忙上门来 李家宾客营门 高棚满座 李连英也一点不小气地 拿出了半两银子 捐出来修桥铺路 表示自己不会忘了家乡人 不过又隔了几天 王财主带着许多礼物上门了 一上门就跪下来 给李连英磕头 还哭着为当年的事道歉 李连英微微一笑 把他扶了起来 又说当年的事早就不算什么 安慰王财主一番 这一下王财主彻底踏实了 还留在李家吃了顿饭 其实他并不知道 李连英向来就有 很好的表面功夫 有一年 护布侍郎张英环 献给了皇帝一块红宝石 献给慈禧太后一块绿宝石 对李连英却没有什么表示 李连英暗恨在心 虽然他表面上和气 对于别人的轻视却非常记恨 于是他想了一个法子 暗暗准备着 有一天 慈禧正在把玩绿宝石 李连英假装无意地说了一句 咱们这边就不能有红的吗 慈禧顿时觉得不舒服起来 祖宗规定只有正妻才能用红色 虽然她是太后 但一直是西贡 便怀疑护布侍郎故意嘲讽 后来慈禧找了个理由 就把张英环处理了 丝毫不知是李连英暗中引导 酒过三巡 菜过无味 王财柱从李家亮亮呛呛回去 满身酒气 喜不自胜 对一直担心的妻子说 好事情 咱们家要发达了 又让人叫来了家里的女儿 原来李连英告诉她 可以帮她把女儿送进宫里 如果伺候的好了 也会像李家一样飞黄腾达 富贵荣华也不在话下 没过多久 王财柱就把女儿送到了李家 等着李连英提拔自己的女儿 将来富贵荣华唾手可得 不过她等来等去都没有消息 李连英启程回宫后 几个牙翼忽然登了王财柱家的门 如狼似虎的翻招起来 王财柱大惊失色 哪里想到平时关系很好的牙医们 现在翻脸无情 说是王小姐半路上就偷了金银细软逃走了 定然是逃回家里 一个娇滴滴的姑娘 怎么能有这些本事 像是家里人娇的 牙医们一斗铁链 带走王财柱 王财柱这时候才恍然大悟 如梦初醒 李连英根本没有忘记当年的事 这一切都是李连英的安排 为了当年一母的王财柱家破人亡 听说王小姐进京之后就被发卖 为奴为婢 而回到了宫里的李连英却特意为慈禧太后 献上了家乡的梅子面 慈禧什么好东西都吃过了 反而是这样简单的特色食物 让她觉得李连英忠心淳朴 从此之后更是宠爱她 清朝晚期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辞世 李连英也离开了皇宫 仅仅过了三年 李连英就去世了 虽然生前仗着慈禧的宠爱 攒下了家财 又过继了兄弟的子女 但李连英恐怕也没有想到 没有多久她的墓穴就毁于一旦 家里人也四散流离 穷困潦倒 乾隆的母亲牛氏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 从小便接受严格的教育和礼仪训练 在十三岁时 她就进入王府 并为了成为雍正妾室所准备着 由于雍正对正妻极为宠爱 牛氏只能算是政治联姻 过着平淡的生活 然而 他的命运在他生下一次后发生了改变 这个孩子名为弘历 他聪明伶俐 很受康熙皇帝的宠爱 所谓生母的牛氏也因此得到了稳固的地位 在宫中过上了比较舒适的生活 可是 随着雍正正式继续 宫廷政治开始出现动荡 行管牛氏因生下皇子得到了西非的封号 但他并未得到重视 当时 雍正手握大权对于政治上的意见者 他采取了严厉的措施 为了避免被怀疑 牛氏只能在宫廷中保持低调 然而 这种局面并没有持续太久 因病过世的雍正让宫廷政治再度发生变化 乾隆在即位后 深刻感受到母亲多年来所承受的屈辱和苦楚 他决定从此时刻起 倍加关注和爱护母亲 每当母亲提出要求时 他总是第一时间去实现 无论这些要求是多么微不足道 他深刻明白 母亲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因为母亲不仅是他的家人 更是他的良师义友和指导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 乾隆母亲的身体逐渐衰老 但他的关爱却从未间断 当母亲迎来八十大寿时 乾隆放下身段 身着彩衣为母亲跳舞 这不仅是他对母亲深深的敬爱 也是他对生命的热爱和珍惜 母亲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仿佛年轻的时候又回到了他的身边 最终母亲在乾隆42年的时候安详离开人世 享年86岁 乾隆内心充满了悲痛和感慨 但同时也感到庆幸 因为他知道他做了一切能做的事情 让母亲的余生得到了最好的关爱和呵护 在古代帝王家族中 结婚往往是一种政治手段 富贵和名望被认为是一种资源和资本 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的皇后和皇妃都来自于有影响力的家族和旺族 在这些仪式和正式的婚姻背后 隐藏着一个深情的爱情故事 乾隆皇帝的第一位正妻复查是出身名门旺族 也是李荣宝的女儿 她的美貌和聪明才智 吸引了乾隆皇帝的眼球 当乾隆皇帝最终登基时 她的爱情故事也开始展开 复查皇后成为乾隆的正妻后 她始终陪伴着丈夫 五次随皇帝巡游国内各地 在他们的旅途中 皇后见证了国家繁荣和人民的疾苦 同时也加深了她和乾隆皇帝之间的感情 皇帝的爱情不仅体现在对皇后的细心呵护 更是在对皇后所在的地方的关怀和扶持 除了在旅途中 复查皇后还对皇帝进行了深入的教育和指导 她的聪明才智和高超的思维能力 深深地吸引了乾隆皇帝的心灵 在她的心中 皇后不仅是一个美丽聪明的女人 更是一个能够帮助她管理国家的贤内主 尽管乾隆与复查皇后感情深厚 但是他们却没有留下一个健康的孩子 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他们期望能有一个孩子来继承皇位 然而命运却对他们不太友善 复查皇后先后生下了两个孩子 但是两个孩子都不幸要折了 这让复查皇后倍感悲痛 她的身体也开始日渐虚弱 在她36岁那年 复查皇后随着乾隆东巡途中 因病不幸去世了 这对乾隆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她一度无法承受这个巨大的损失 乾隆不仅在她的葬礼上 亲自主持了最高规格的仪式 而且还对她进行了高度赞扬 并追视她为孝贤皇后 尽管复查皇后离开了这个世界 但她的影响和贡献在乾隆心中永存 他们的感情是真挚而深厚的 复查皇后的美丽和温柔 一直深深地印在乾隆的心中 她终其一生都难以忘怀她的一切 包括她的笑容 声音和她的一切美好的品质 乾隆和复查皇后的故事 是一个悲伤而又美好的传说 让人们凝结了一个朝代里的真挚爱情 乾隆 这位中国历史上备受争议的皇帝 也有着让人感动的一面 尽管在政治上 她曾经有着一些决策和行为引起争议 但是在家庭生活方面 她却是一个对家人极为关爱的人 在众多子女中 乾隆最为疼爱的女儿就是霍小公主 作为父亲的心头肉 她在乾隆的心中占据着非常特殊的地位 据说乾隆曾经感慨地说 如果和孝公主是男孩子 那就好了 那一定可以成为下一任皇帝这话 不仅表达了乾隆对和孝公主的喜爱之情 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 为了保护女儿 乾隆在她海上懵懂时 就开始为她张罗亲事 当时乾隆的宠臣和珅的儿子 成为了和孝公主的未婚妇 这也预示着她将来将成为一位很特殊的夫人 不过对于和孝公主来说 这并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毕竟她的父亲是一个极具权势的皇帝 而她的未婚夫又是乾隆最信任的大臣之子 她的生活注定是充满了许多复杂和艰辛的 当和孝公主到了试婚年龄 她的婚礼被举办得非常盛大 这也反映了乾隆对女儿的特别关重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乾隆为女儿特别准备了金顶教 并且赠送了数千匹布匹丝绸 她甚至亲自检查了婚礼中所有的细节 以确保女儿的婚礼能够完美无瑕 这些行动展现了乾隆对女儿的深情厚爱 也彰显了她对家庭的关注 虽然乾隆的治理方式在历史上引起过争议 但是她对家庭的爱却是毋庸置疑的 她在女儿的教育和婚姻方面都浮出了很多心血 这也反映了她作为一个父亲和一个丈夫的人性